大嶼山有單車被旅遊巴撞倒 踩單車的男人被困在車底送遠後不治 旅遊巴司機涉嫌危險駕駛 引致他人死亡被捕 旅遊巴司機協助警方調查 旅遊巴擋風玻璃碎裂 攝氏的單車放在路邊 早上11時多 一個60歲男人踩單車 沿長東路往東沖方向行駛 期間懷疑有人將單車駛出路中 一架旅遊巴從後駛道 樓太閃避但修制不及 男人被撞倒捲入車底 消防到長江他救出 送去北大嶼山醫院搶救 發生意外的長東路 假日不時有單車行駛